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手亮哥 北京时间7月23日 2020游京田径市井赛 第8个比赛已经结束了较量 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 男子四成100米接力预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主角 就是我们中国队 本次中国队分别派出了 汤星强 谢正业 苏炳天 陈冠芬 这四人主战 而这个阵容也是一个全新的常识 由于苏炳天和谢正业 在他们的当相中表现并不理想 这也让外界的调侃声不断 他们也需要一场比赛来证明智界 本次上比赛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 浅上精彩的画面 指的第一次 在同一时段刚刚结束的 女子四成100米接力预赛中 中国女队跑出了42秒93的成绩 只获得预赛总成绩的第9名 遗憾无缘举赛 今天中国队处在第5跑道的位置 本次上比赛 中国队的巨大机会对手 就是处在第7跑道的美国队 指的第一次 中国队这前三半 和冬天奥运会的阵容是一样的 比赛的时候 美国队第一半选手起跑非常不错 处在领先的行列中 而汤青牙起跑 就会稍微逊舍一些 处在落后的位置 当一二半交接的时候 美国队是第一个完成了交接棒 而中国队则是第四个才完成了交接棒 只见新增业接棒后 开始奉利直追 而美国队的第二半 是莱尔斯跑的特别凶 当二三半交接的时候 美国队依旧是第一个完成了交接棒 而中国队还是第四个完成了交接棒 接棒后 只见苏比利开始展现 他的超强弯道技术 很快就实现了逆转 冲到了第三的位置 而美国队第三半依旧非常强势 当最后一半交接的时候 美国队依旧还是第一个完成了交接棒 而我们中国队则是第三个完成了交接棒 这个时候 只见陈广峰开始奉利加速冲刺 但是似乎是因为太紧的缘故 陈广峰最后被亚马加选手和日本选手缓超了 只见美国队率先冲过了终点 最终美国队以37秒87的成绩 无旋令夺得预赛第一进行决赛 而中国队以38秒83的成绩 最后只获得预赛第五名 日本队被叛犯规直接出局了 其实前三半中国队还是非常稳定的发挥 特别是苏炳天第三半的弯道技术 直接跑到了前三的位置 虽然最后的结局有点遗憾 但是这也是为了历练新的 毕竟田径赛场总会出现新老交替的常态 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也期待中国田径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一眼里去这次有我大手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